大家好 我是Kyoko 來到這個星期的第三天 我們會講這兩個文型 第一個是這個 前面是動詞ない 即是它的第一項 接著加這個 如果是suru的話 就要變成se zutomo 它的意思是即使不什麼 亦都什麼的 例如這裏的例子 いやねな いかずっともよい 如果不願意的話 不去也可以 大家看到這個動詞 就轉了做拉形 然後後面再跟這個 絕とも 後面很多時候 都會是わかる或者いい 意思 其實就等於這個 なくても 是這樣的 好 下一個文型 就是這個 ワスル 或者モスル 前面是跟名詞的 它的意思是花費 用了 於是經過的時間 或者花費的費用 它是有點感嘆 時間和費用 是超出預想的 我覺得有點像文型 就是カカリマス 因為カカリマス 是解釋花費的 我們再看看這裡的例子 そのホテルは一泊く住まねもするそうだ 聽說那間Hotel 一晚要花10萬円 是有點超出你的想像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文型 如果大家有印象 學過一個文型 是量詞加mode 我覺得也有點像 所以大家可以用這個方法 去記這個文型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 今天的文型都不錯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我們明天再見 如果你想找三字卡 可以去我的IG 如果想看多些日本的資訊 就追蹤我的Facebook 那我們明天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